水果冰淇淋 大家喜欢水果社区里的烧火故事吗 应该快要差不多了 给我 嗯 给我 奶奶 你不可以跟别人说 不会 奶奶不会说出去的 那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TV 乌鲁 爆 想知道水果奶奶 琪琪 玲玲 沙拉 和瓦碌心目中最喜欢 最想推荐的故事是哪些吗 欢迎收看水果课了没 嗨 大家好 我是领领 接下来四月的水果小记者就是我 这个月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宠物 我找了师傅跟这个主题有关的节目 要和大家分享哦 沙拉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想要把美女狗送给我啊 因为她不乖 我生气了 所以我要处罚她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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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g 救命啊 美女狗 你不可以這樣子 救命啊 怎麼啦 怎麼啦 不見了 甜甜圈大盜出現了 真的有甜甜圈大盜嗎 有什麼誤會啊 王王 莎拉 你變成小狗了 對 讓你感覺一下 照顧小狗的心情 好啊 哇 美女狗好棒喔 破掉了 你也去罰站吧 奶奶 小莫他去天堂了 我們想要再跟他一起玩 所以就找一顆圓圓的石頭 當作是他 是這樣子喔 好好好 那你們繼續玩 奶奶去忙囉 原來只是照顧美女狗 美女狗 這個不能要 哎呦 你要跟他玩啦 琪琪 那我每天都看著美女狗 你覺得我有沒有越來越像他 好像有點像耶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真好 真好 突然 小袋鼠出現了 美女狗也喜歡小袋鼠嗎 好 我繼續念 小袋鼠出現了 我保證都很好看喔 每週六日早上八點 準時在水果冰淇淋 YouTube頻道上線 大家一定要來看完整的內容喔 還有許多精彩的內容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大家週末見 要來看喔